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捷运建坛站2号出口旁的这块停车场 未来将会建成多目标大楼 除了原有的转程停车场外 可作为商办 商场 餐饮 会议中心及教保中心进驻使用 地面会串联绿粮 从速 人行空间及街道景观 打造广场式开放空间 提升生活及休闲多元服务功能 我们台北捷运建坛站的TOD多目标大楼 正式的动土 我想刚刚董事长谈了很多 对我来讲 TOD是一座城市 整体发展非常重要的关键一步 也是我们很重要的目标 其实也许大家不知道 这个案子其实在前年 应该是在我还没单市长前 当时的督審会议 委员们就有下一个诞书 因为当时有各种地方不同的意见 说要等未来新任市长 通盘了解 排版定案 才会继续 我上任之后 董事长黄总经营有来报告 来说明 所以我认为对的事情要坚持 即便各方有不同意见 但我们愿意沟通 但是这个目标不能变 所以后来专签 我决定还是要为地方 来做一个TOD多目标大 带动的不只是士林地区 它所能够引导的相关效益 包括周边 包括内科 北四科 原山创新 以及未来设置生态 一整个tech cluster 的发展是非常关键 所以在确定之后 我们就努力往这个目标前进 去年签约 我也请学院公司加速 今天顺利动工 过去在讲 中山北路是关道 这关道第一排 这么一个大楼呢 是最漂亮 我们这里要盖 最好的A型 A级办公大楼 但是在这里 不是只有办公大楼 我们上面有景观餐厅 让大家可以在屋顶 可以看得到 包括原山饭店 包括北溢中心 包括我们键盘站的龙骨 这样的一个最漂亮的车站 我们有办公大楼 刚才看到那个影片 可以从那个窗户 从阳台看出去 非常的漂亮 然后楼下有商场 可是更重要 我们有特别有注意到 我们在这里有设教保中心 可以让在这里工作的员工呢 可以再把子女带到教保中心来 来有做最好的照顾 我们有会议室 然后我们这里会跟建坛站做最好的联通 透过建坛站 我在这里要跟各位报告 往北到北市科只要四分钟 往南到台北车站只要九分钟 最近最热门的大巨蛋呢 透过台北车站来转车 到大巨蛋只要二十五分钟 甚至到台北市政府 新一计划区只要三十分钟 往西到新北市政府 新版特区也是三十分钟 透过捷御网路 四通八达 我们盖这样的TOD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希望做大众运输导向的一个都市发展 这个完全符合这样的一个理念 所以我们除了之前四零站 明年就会盖好了 这里今年开工 今年底建南路站也会开工 跟市长报告 刚才这个大陆工程的在问我说 还有没有 我说有 我们这个北投机场呢 也正在规划 我们希望假如说可行性研究确认了 我们后续北投机场 是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开发 我们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开发 带动整体的都市发展 蒋湾市长带领商乡祈福开工动土 祈求工程顺利圆满 大楼预计一百一十七年完工 成为在地商圈发展动力 去年开始 我不管是到新加坡 到韩国首尔 到上海 到日本东京 我都会特别的仔细去关心 而且去了解 这些人口密集的国际大都会 如何运用绵密的监运网络 来带动沿线的产业发展 所以台北是我们身为 国际接轨首善之都 我们也要善用我们绵密的监运网络的优势 以及各个所布建的占点 所以请捷运公司我们加速以外 大家可以看到 在捷运建坛站这里 中山北路 成德路的交汇处 南往北返的交通要道 同时也是刚谈到的 许多科技产业 他们的枢纽 同样附近 有北邑 有北美馆 有士林夜市跟商圈 所以在这里未来 它的整体效益 能够带动的经济发展 无可限量 所以我也要谢谢我们地方的里长 每一次在与里长有约的提案 都很乐见 也给予我们支持 在这里的多标大楼 所以未来这里 它能够不只是满足 所有地方乡亲的需求 它更方便 让未来这里办公来采购 消费 以及欣赏景观 我们有景观餐厅等等 大家都能够出行 更愿意使用运输 这也是我们推动TOD 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所以未来这里 地上16层 地下3层 我想它所带给市民朋友的 不只是一个 市民未来发展 所有乡亲 生活机能全面提升的 后搜仔 我想它更是结合我们 捷运路线 非常重要的一步 蒋万说它专签 决定要盖这栋多目标大楼 因为能带动的 不只是市民地区发展 它所能够引导的相关效益 包括周边内科 北市科 远山新创聚落 及生态设置岛的发展 都是非常关键的 记者问句台北不到 在台北市地震局局长 陈信良与多位业者代表 共同签名 以及内政部地震市师长 王成基建政下 台北市地震局 与台北市租赁住宅服务业工会 不动产仲介经济业工会 及崔妈妈基金会等 租买资讯相关团体产业 完成合作备忘录签署 希望公司协力 让相关资讯能更精准确实 同时及时呈现在消费者面前 也透过业业师交流 提升业者专业资能 透过我们的 这个地震局的这个协助 跟各工会的业师 能够做一个整合 让资讯能够交流 让专业能够交流 这是第一个面向 第二个面向就是说 既然各位的网站 其实各自有各自的官网 DM局也有一个 很强大的相关的法令的 一个基础在 那就希望这个两个 这个往往相连 是大家能够共同来做合作 这个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个就是回到 这个租认的 或者是租买 这个资讯的精准投放 那这个的资讯的精准投放 就比如说房东跟房客 其实房东 always是房东 房客总还是房客 所以在市场的 这些的资讯的教育上面 如果我能够精准的 在每一个的实体店面 跟房东说 你要了解的资讯是这样 跟房客说 你应该接触的是资讯这样 那我就要拜托 各位实体的从业人员 在每一单 每一笔的服务上面 都能够 让我们跟房东房客 建立这个 这个业务沟通一些的基础 这项全国首创的做法 也获得内政部低政师长 王成基高度肯定 希望能进一步拓展到 全国各县市 加上内政部8月起 将提供弱势租房客 免费电话咨询服务 将能更全面保障 不动产租买双方权益 内政部未来会再跟全国 会跟全国的所有的 这个租赁业者 中介业者 我们大家合作 很快 因为这个其实 资讯的连结 以现在的新媒体出来以后 非常的容易 那我们怎么提供给民众 不管你要买房 你要租房 都是最正确的资讯 最及时的资讯 来提供给民众 那也借助这样 各位的社会的一个责任 那也可以提供 各位社会的一个价值 的一个提升 我希望真的 大家业者 大家一起来努力 一起来努力 那台北市政府 先打第一仗 后续我想 我们全国 全国的这一块的 一个资讯的连结 我们一定会来做 这下合作备用录 也得到 不动产 相关业者的支持 相信可以有效减少 相关消费争议的发生 一起打造 台北市成为 不动产 租买交易 安全之都 不会再像之前一样 房东讲房东的 房客讲房客的 我在这里面告诉他说 其实什么是不可以的 就是像不得约定的部分 也不可以写上去 所以事实上在这个地方 就很清楚的 那我常常跟我们的 所有的这个 证照办的这些 来上课的讨论讲 当你们拿到证照的时候 是要很清楚的 有办法解释 合约的内容 就是反正这个 两照双方 他们所签立的合约 当时所约定的一些内容部分 很清楚的解释 这样的纠纷就会变少 台北市有800多家的产业 所以我每个网站都可以把我们的 公会地震局想要推广的资讯 我想 有这么多的产业代表 到今天议会 我们绝对也会来配合地震局 把这个资讯传递出去 那让我们的买 买跟我们的从业人员 都能够即使的把这个资讯 都能够做更正确 更透明 记者张继腾台北报道 不同主题组合的烟火秀 融合多种特殊造型及色彩 将台北河岸点缀的璀璨夺目 2024大道成夏日节 即将在7月21号到8月10号举行 台北市观传局公布 四场主题烟火秀 活动每周三晚上8点 释放300秒 七夕情人节当天加码至480秒 且扩大烟火释放面积到700公尺以上 呼应台北建成140周年 这次我们增加了好几场的音乐会 之前只有在行政节当天有音乐会 这次我们是在三场周间的烟火之后 就会有一个音乐会 所以这周间的是从6点到9点都有活动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擅长的时间 不要挤在一起 对交通冲击可以降低很多 那在8月10号我们从下午4点到晚上的9点半 他都有包括烟火还有音乐会在内的表演 其实我觉得看我烟火之后 然后再听音乐会刚刚好 会变得非常棒 最主要就是因为之前有民众提到 交通会堵塞的问题 那我们提早一点点 可以让第二场下班的人潮不容易受到影响 那而且又刚刚提到说 我们又增加了音乐会 让人潮擅长的时候不会挤在一起 那既然不挤在一起 就可以减少交通管制的这个时间跟范围 因为来的时候的民众通常会比较散 其实最主要会影响大家下 擅长的时候 大家一窝蜂的出去 那就变成浩子必须要做比较大的管制 会伤害比较大 那来的时候因为大家散散的来 其实管制的范围 或者是管制的强度通常不会那么高 那今年我们虽然说比较多场改为少场 但是我们每一场烟火这个放的时间 从180秒到变成300秒 所以是有提升这个内容 而且这个刚提到就是说 之前结束之后就结束了 所以大家一窝蜂离开 造成交通的混乱 所以我们今年把比较强的卡式的音乐会摆进去 让这个除了欣赏烟火之外 可以来享受这个音乐会的这种感觉 那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 也非常值得我们各国内外的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欣赏 另外观传局也公布 五场音乐展演的卡式阵容 16组各大音乐节 忍气歌手接力登台 民谣双男生乐团特休斯 率先在记者会上开桑 让大家闲听伟快 活动期间将让民众观赏烟火同时 精彩活动不间断 在同一个城市 偏寻不着一样的故乡 既然有事都忘记了 我早不再和你说出平凡的日常 七月份八月份 我们都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到大稻城欣赏 不只是烟火、市集、美食、大稻城的历史街区 更重要 一定要来听特休斯 好不好 好 刚刚听他们的歌声 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 无失如罪 而且郭台宇 结合民谣 真的是歌声又很优美 听了都觉得好喜欢 特别刚刚这首歌选得真好 那今年 我想我们也有很多新的亮点 包括我们这一次特别规划了一个光栏 就是我们夜间会打上灯 茶五百公尺 会让整个河滨点亮 而且让所有来的市民朋友 不管是情侣 或者是妈妈带着孙子 和全家大全一起来 欣赏到非常漂亮的美景 另外我们的烟火 今年我们有连续三个星期三的晚上 释放烟火 而且长达三百秒 特别另外有第四场烟火 是在七夕 当天前日节晚上 我们会拉长到七分钟 四百八十秒的烟火 而且近时 大家一定可以先上到 你去年更漂亮更绚烂的烟火表演 另外 很重要 也就是这一次我们特别邀请 包括来讲特休斯 在内的许多优秀的乐团 歌手 一起来演 所以带给我们这一次的夏日节活动 更加的精彩 吸引 另外 也结合在地的特色 包括商圈的美食 历史街区 而且大家烟火看完 也可以到我们的小海城隆庙 和拜一下 大家也知道 宁愿楼非常优秀 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 一起前来 所以我们这一次规划很多的活动亮点 就是希望让大道城夏日节活动成为全台湾 每次来到夏天 都知道自己要来大道城 所以很谢谢我们各个商圈 大家共同的付出 我们很期待这次的夏日节 能够吸引到过境路的人潮 带给地方更多的商机 整体经济的发展 所以很期待 届时也会看到我的生意 我一定会带我的三宝 去看烟火 而且是没有让我事物同人知道的时候 所以 就是微服术许 25天的活动 除了烟火音乐会 还有大道城商圈店家 雨市集蓝色水鹿 等着大家游逛享受游会 体验专属台北的河岸风光魅力 记者温云君台北报道 在台北市产业发展局长陈娟安 与台北市龙会理事长等人共同主持下 宣告台北市绿竹笋计正式展开 每年6到9月是台北市绿竹笋盛产季节 台北市政府与市龙会 特别举办绿竹笋品质评鉴比赛 针对外观色泽 柔软度及甜度进行计分 结果来自木榨区的笋龙 陈俊良打败全市9个区龙会 共106位高手夺下绿竹笋王 身为笋龙第二代的他 也分享种出冠军笋的诀窍 我爸爸从家就是教我们说 一定要让大家吃到最新鲜 最好吃的竹笋 所以说我们把绿竹笋当成 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给他吃最好的东西 我们人在吃的东西 我们每年都是让他吃黄豆 就是我们在喝豆浆讲黄豆 不是黄豆渣是黄豆 除了绿竹笋王 评鉴比赛还选出甜度最高的甜笋王 及外观最佳的美笋王 其中甜笋王的甜度高达7.1度 是今年全国最甜的绿竹笋 更难能可贵的是 今年台北市是五位笋农代表参加 农业部举办的全国优质安全绿竹笋评鉴 结果获得历届以来最好的成绩 一举拿下亚军及季军 每年的6月到9月是台北市绿竹笋的产季 那我们每年都办这样的评鉴活动 那今年很特别 我们今年选出的这个甜笋王 它的甜度是7.1度 是目前全国今年已知最甜的一个笋子 那当然除了甜以外 我们也希望农友的产品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在今年参加全国安全笋的 绿竹笋的竞赛 我们也获得溯源组的亚军跟季军 那显示台北市的农友 不管是在技术的提升上面 在食安的维护上面 其实都是领先全国 那也都不遗余力 再尽可能尽自己的力量去达成这样子的一个任务 所以我想要为我们的农民 为我们的农友大大的喝彩 代表台北市获得全国绿竹笋 评鉴雅军的台北市老权里里长周梁傅 也大方透露 打败全国30多个农会的种植秘方 要有天时地利人额 要自己要努力 除了我们种植的在老权里 有优质的土地 还有独天独厚的那个品种 更加上我们平常我们都用有机施肥 我们有机肥的成本都比较高 我本身是老权里的里长 这次很荣幸能够获得全国的绿竹笋比赛的亚军 藉由这次也来推广全台北市优质的绿竹笋 新鲜甜 好吃又嫩 根据统计 台北市绿竹笋重置面积约800公顷 总产量3700公顿 重产值约3亿元 除了贩售献采新鲜绿竹笋 台北市各区农会也特别举办柴笋区活动 邀请民众体验一日农覆生活 还能品尝绿竹笋的鲜甜好滋味 欢迎民众尽早向各区农会报名 享受丰收季节的美好时光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这是睡眠 在我们的额头上面一点点 发根的地方 轻轻的按摩 你要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 按摩的动作是写一个6 老师蔡英敏详细说明每天如何按摩身体穴 可以帮助睡眠 这是由新医区公所举办的新住民食疗按摩班 邀请专员多年的退休教师蔡英敏 分享各种健康观念 协助新住民朋友学习热火养生素 住民的课程其实非常的多元 那我们大概时不时都会变换一下主题 那这一次呢 这个食疗跟按摩算是我们第一次用这样的主题 我们就希望说让大家来上课 都可以非常的实用 那都可以用得上 那当然这个食疗跟按摩这件事情 对大家应该都非常的贴近生活 那尤其像按摩这件事情 我们现代人 这个普遍压力都很大 那可能坐姿啊 滑手机啦 这个姿势不良 所以这个课程 一开放报名就非常的受到欢迎 几乎可以说是秒杀 这项课程共吸引了25名 来自中国香港缅甸印尼等新住民朋友 报名参加 学员们深情专注的聆听老师说明 更拿起穴道按摩器亲自按摩体验 直说很有帮助 因为这个课程是跟身体的健康 还有饮食的一些知识相关联 那我们平时很少去了解这么专业 这么详细 所以很想借这个机会 提升一下我们的一些理念啊 或想法这样子 本来就对这个有信息吗 有 平时有在家里随便乱按一些穴位 又很怕说按到不对即反作用这样子 就是喜欢啊 就是喜欢这种 就是对身体健康有益的都好 这个课很好啊 教我们按摩啊 保养身体啊 平常就对这个你有兴趣吗 有啊我们有去考一些证照方疗室啊 就基本的经络啊穴道啊都会有了解一些 新医区公所方面还很贴心的安排临时托育服务 协助照顾学员的小朋友 让学员们能安心上课 除了按摩外 课程内容还包括食物营养素的介绍 如何吃财不采雷及健康好点子等 新医区公所区长陈霍林表示 今年下半年还会针对新著名朋友 开办美术等相关课程 欢迎新著名朋友报名参加 透过学习疏解身心压力 提升生活品质 享受乐活人生 记者张祈腾 参与报导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值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从事运动按摩工作的小佳 去年刚从大学毕业 不过两年前独大三十 在社群平台上找打工 录取后对方表示要帮员工保险 需要个人资料 小佳不宜有他 把身份证跟存责都传给对方 直到账户被冻结 才发现自己差点变成诈骗共犯 就是先在社群平台上面找工作嘛 那就是先失去那个投文的那个人 然后他们会有在其他人去做交接这样子 那就是在询问的过程中有人帮我面试 那面试之后他们就说要保劳健保 那我也没有想到很多 就把各支银行账户 或者是其他他们需要的资讯 就给出去这样子 那这份工作也是有做 那就是大概一个月之后 就发现账户好像被冻结 无法再使用这样子 我就去找那个跟我交接的那个人 但他也跑路了这样子 所以我就去备案 就读清华大学的陈同学 目前是研究所二年级学生 从大三开始当一对一家教 授课对象从国小高中职到上班族都有 目前学生有四位 家教平均月收入就有四万多元 远远超过普通上班族的平均月薪 在接洽每一个不同的案子的过程之中 通常会先进行试交 那试交完呢 学生方家长这一方觉得说 这位老师是值得信赖的 那就可以顺利进行下去这样子 那我自己对家教这一块呢 我是觉得说就是表达能力还不错这样子 因为想说毕竟以前有在大型补习班 做一些行政啊招生这样子 所以呢对整个流程啊 还有和语人的这个应对进退上 都还蛮得意的 每个人的就是状况不太一样 那我的话基本上我试交都是没有收任何费用的 对然后就是后续如果家长方觉得OK 那我们就可以进行进行下去 根据人力营堂调查显示 七成七大学生准备在暑假期间 投入打工家教的行列 其中有意打工的学生比例占五成五 而职缺最多的是餐饮住宿服务 以及一般服务业两大产业 我们调查有七成七的大学生 预计在暑假的时候投入家教或打工 那他们想要打工的主要原因呢 因为暑假的时间比较弹性 然后他们认为我可以趁机学习一些 食物上的经验 工时比较短但是时薪比较高 那他们赚到钱之后呢 想要拿来做什么呢 大部分的学生呢 会运用在生活费的开销上面 那有部分呢 想要存作为投资基金 或是存作梦想基金 那有部分的学生要拿来还学贷 或者是缴学费等等 那他们预计在暑假的时候呢 每一个月平均的工时 大概是85个小时 可以赚进1806元 那平均下来 食薪大概是212元 但是跟他们预期 心目当中的理想薪资224元 大概还有5%左右的差距 对 其实根据我们调查发现 这次呢 学生对于他们的食薪 平均满意度大概只有59分 只有1成3的人表示满意 等于说大部分的学生 都是不满意的 那他们的理想薪资呢 是224元 但是如果实际换算 他们可能会收入到的薪资 大概只有212元 所以差距大概是5% 基本上 基本工资是一定会调涨的 因为我们有通过那个 基本工资法 所以下个礼拜 他们进行审议之后 预期是会往上增加 那目前呢 他们是想要往 食薪190元这个方向前进 不过其实虽然涨到190元 但是距离学生们心目当中 理想的时薪还是有一点落差 好 以打工来说 学生他们最想投入的职业前五名 包含像是餐厅的内外厂啊 行政柜台啊 或者是家教 还有一些外送等等这样子的工作 都是学生在暑假期间 满想投入的工作 在我们的打工平台上面 今年呢 大概有17万笔左右的工作机会数 那跟往年相比 大概成长了22.1% 那也可见 其实现在的就业市场 真的是非常的求财若渴 提醒现在年轻人 如果想要求职的话呢 尽量要找有合法认证的求职平台 然后如果在社群网站上面 看到有打工机会 也要避免掉一些高薪方面的陷阱 否则啊 可能会沦落到诈骗啊 或者是可能被骗个资等等的情况 曾仲威也提醒打工族 近年求职诈骗层出不穷 特别是网络求职诈骗 大多透过社群招揽 没有求职经验的学生 提醒学生族群 千万要特别小心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113年度松山区灾害地区 紧急疏散避难演习 模拟大台北地区三角断层 南断破裂 发生瑞士规模6.6强烈地震 建筑物因地震摇晃 遭受严重损坏 许多民众被困其中 更有瓦斯管线破裂 爆发火灾 情况非常危机 这时候建筑物因为地震摇晃 造成电线走火 这时候徐总员立即的将火势压制 成功来大家掌声鼓里鼓里 先生鬼鬼祟祟在干嘛 我来这边找朋友 找朋友 那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有没有身份证 我查证一下 昨天课太多了 所以忘记带了 那你身份证号码背出来给我听 我也忘了 也忘了 先生我欢迎你有切到的嫌疑 请跟我们回去派出所 在灾害现场往往 人员管制不易 所以很多萧小之徒 就利用称虚而言 这时候园警将现场 不法之徒予以拔捕 松山区区长郑朝元表示 感谢中华里里长游吉星 带领守望相助防灾团队 迅速展开模拟救援工作 整合消防局警察局环保局等单位的力量 共同保护社区安全 由于近期地震频繁 唯有做好模拟演练 遇到地震来袭时 才能临危不乱 紧急疏散 避免伤亡发生 你好我是里长 请开门 此次演习也邀请 原属国为印尼籍的新住民朋友 及里内原住民共同参与演练 经由演练协助社区新住民原住民 及弱势族群进行疏散 并融入印尼语的对话实际推演 推广多种语言紧急疏散防灾避难观念 落实最新防灾资讯深入各个族群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导 照片中患者单眼肿到睁不开 上嘴唇也肿如香肠 容易被误以为是过敏 获得了蕁麻疹 但小心可能是俗称 核臀病的遗传性血管性水肿 HAE 医师表示HAE患者全身会无预警 反复肿胀2到5天又消退 常见肿胀部位 包括眼睛、嘴巴、喉头、肚子、手部、脊脚 若发生在喉头恐造成呼吸道阻塞 威胁生命 我们最怕第一次挖座在这里 喉头挖座就死了 它的肿不像过敏一样 很快肿很快消 通常我们过敏包括心麻疹 48小时一定都会消 很少超过48小时 可是这个病通常会超过两天 5天到一个礼拜 所以一定是慢慢肿慢慢消 第一个你一定要想 一个过敏的人跟你说 他已经三四天了 那这个应该不是过敏 第二个他是不对称的 像我们过敏经常说 我脸就整个肿起来 可是你看那个外国人 他一个眼睛 一边眼睛肿 一边眼睛不肿 上嘴唇肿 下嘴唇不肿 或者是相反 他可以四肢 左手肿 右手不肿 左脚肿 右脚不肿 他也可以 所以所有地方肚子肠子肿起来 他肚子痛非常痛以外 生殖器官也会肿 各个地方都会肿 尤其是有猴头 会觉得发作的时候猴头 呼吸困难 或者肚子痛得很厉害 不要想胃肠的发炎而已 或者想急性的胆朗炎 或者盲肠炎把它切掉 没有用 过去HAE口服药仰赖雄性素 但会造成女性患者男性化 肝脏功能异常等副作用 索性现在有长效预防性征剂 治疗新选择 并于2024年3月起 纳入健保给付 现在政府给他们 所有的喊病第一线用药 以前我们没有第一线用药 我刚刚诊断这个病 没有第一线用药 所以我们就是包括女生用的 就会变男性化 那这个雄性技术 不只男性化 女生的性征不见以外 最主要长期用灰癌症 那有妇女的癌症的 他会加速癌症的进行 小孩子跟大人怀孕的妇女 普鲁的妇女 没办法用 因为这个雄性技术会传给小孩 所以现在很幸运 但是现在政府还是希望说 先从比较严重的先开始用 但是我们是很希望 我们现在这些女性的患者 慢慢政府放宽 让他们也不要用 女生用雄性技术来治疗 我们当然不需要 假如是我的家人 我也不希望 可是政府的这个 他尽力去做了 但是裁员还是有点限制 每年的5月16日为HAE遗传性 血管性水肿疾病日 立委郭玉琴也呼吁社会大众 给予喊病患者更多关注 让他们的声音也有机会被听到 也很高兴听到了 我们的这个三月份 我们的卫福部也特别 针对这个部分呢 他有一个预防性的一个 症迹 有这样子的一个帮助 那我想呢 透过这样子 我们不管是工部门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私部门也好 透过更多的人 来认识这样子的一个 罕见疾病 我相信将来对于在罕见疾病 不管是在预防 或者是在我们的治疗 在用药上 可以带给更多这样子的一个族群 有更多的一个帮助 HAE关怀协会 与罕见疾病基金会 也提醒民众 如发生无预警身体单侧 不对称水肿 反复肿胀2到5天又消退 就要小心不是过敏 可能是罕见的HAE 建议民众可治免疫风湿科 进一步诊断治疗 减少误诊 尽早发现并及早治疗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导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国国国际资讯 电子商务的助理 那也提供了相关的合作机会 市长谢果良一一介绍有哪些在地职缺 并感谢今年参与这项青年实习媒合计划的 32家在地企业 提供了超过100个优质就业机会 让青年朋友能够在地就业 那我想这次非常感谢企业们 跟我们市政府的产发作合作 创造更多的青年实习工作机会 这次主要一共有32个企业 有提供了超过百名的青年实习工作一个机会 那市政府给予些微的补助 但是主要还是由企业来聘任 那这次的青年的就业职缺 主要是提供给16岁到25岁的这个就业青年 让他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可以在地就业 我想在地就学在地就业一直都是 我们非常努力在推动的一个工作 那未来也是会找更多的企业 能够来完成相关的一些推动 很多大事的应届生 或者一些准备想套入这个社会的这些朋友们 他们其实都很需要有这样的实习的机会 让他们在真的踏入社会职场前 去思考一下他们的方向跟未来 对那所以有这样的实习媒合计划 真的可以帮助很多年轻人 在还没有正式踏入前就可以找到方向 那也非常感谢市长的支持 然后也很感谢后面的身后这些企业 他们的协助跟帮忙 那希望我们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 都可以留在基隆就业 可以免去这个通勤的这个时间的麻烦 市府产发处积极鼓励在地企业 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 这项青年实习媒合计划 有正职兼职和实习 等多样的选择 欢迎青年朋友踊跃搜寻 基隆青年实习媒合平台 找到适合自己的职缺 在地就业实现梦想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画面上是微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陈美丁 跟微风集团乔汉公司总经理高明鼎 捐赠天下文化出版的 AI时代阅读必修课系列书籍720本 给东信 深美 中正 暖西 常乐跟仁爱六所国小 鼓励同学们多阅读 获赠学校相当开心 市府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 也致赠感谢状 感谢微风关心基隆教育回馈地方 所以我们结合了天下这么庞大的资源 然后结合建树店在地 这么好的一个优质团队 然后也谢谢我们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的一个大力的支持 然后以及基隆很多小学的各个校长 老师们的支持 每一个学校 每一个小朋友 都已经有很好的阅读习惯了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阅读活动 再给他提升 再给他深化 然后我们希望导致一个无障碍的阅读环境 那让我们基隆在地的小朋友 都可以徜徉在这样一个书香的一个氛围里面 然后从书本里面去找到他们人生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目标 以我们学校来讲我们学校的共读书香 其实在民国大概一百零几年就开始购置 到现在其实已经十年了 我们共读书香打开来之后 其实都发现其实那个书都已经翻到 已经快要那个凹掉了 对 所以这一百二十本书其实对我们来讲 是及时语 是及时语 那当然也希望以后还有更多的词典 可以 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有更有这个机会 来参与紫本的阅读 阅读推广老师我们经常进的到外地去参访 参访别的县市他们推动阅读的这些经验方法 然后去学习人家的这个硬体软硬体的一个设施 老师的一个对阅读推广的各种的可用的各种小技巧 我们目的就是希望说把这个让孩子在3C充斥的一个环境里面 他还能够细心耐心的优质阅读 所以我在这边在广基隆教育界 感谢维丰 感谢天下 感谢蔡教授 感谢建书店 各位好伙伴们 这次的赠书活动 维丰慈善基金会 特别结合维丰东岸的独立书店建书店共同举办 扩大推广阅读风气 现场也安排AI时代与教育现场讲座 期盼透过赠书活动 带领学生进入丰富精彩的阅读世界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北宁路朝津公园入口 月初发生土石崩落 迎接即将到来暑假 市政府推出了振兴方案 7月底前 民众只要到朝津公园周边特约商店 消费满300元 就可以获得莫彩券 消费券 那今天总共800元以后 会振送0两张 市政府推出了振兴方案 奖品总价值超过30万元 有机会抽到iPhone手机 意大利罗马及北海道机票 14号推出以来 第一波已经被商家拎走2万张莫彩券 那当然更多人会想要问 那透过这样的莫彩券 可以有什么奖品 那我们谢谢市政府提供了很多的 包括出购旅游 还有iPhone 那我们自己也会增加很多的回馈券 包括免费的体验券 各式的餐点 有关振兴潮进的方案 那我们现在目前发的这个莫彩券 其实发的非常的勇约 那我们厂发组织会加一 再加一2万张的莫彩券 然后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在这个假日的时候 那尤其我们暑假都快要来临了 然后欢迎来潮进这边 来我们这边的业者来做消费 振兴方案才推出不到一周 莫彩券领取相当踊跃 花300元就可以拿到一张莫彩券 有机会摸到手机机票大奖 海客馆也推出了6月30号前 全馆门票半价 抽奖大放送优惠 希望这一波及时雨 能够弥补商家之前损失 记者黄绍鸣金融报道 看起来好吃又营养的紫米饭团 是不少民众早餐的首选 甚至三餐也会选择紫米饭 来替代白米饭 希望可以吃进去更多的营养 为健康加分 会啊如果平常去外面吃自如餐 如果有白米紫米这两个选项的话 我就会选说我想要吃紫米饭 因为会觉得好像比吃白米还来得健康 对不对会 会如果看到紫米我特别选紫米 因为感觉紫米饭会比较健康 如果有一碗白米或一碗紫米的话 我会特别去选紫米 是不是因为紫米饭感觉比较像所谓的这些古类的饭 让你觉得它比较健康 对没错会看起来比较高线一点会特别去选紫米 不过定期召开记者会提供正确医疗资讯和卫生保健正确知识的 卫福部基隆医院营养师林玉婷指出 这是不对的观念和资讯 因为紫米也是糯米的一种 不但不好消化 也属于肌癌值 也就是升糖指数比较高 有三高的民众更不适合 很多的民众会为了身体健康 像是在早上选择饭团的时候 到底要吃白饭团还是紫米饭团呢 很多民众都会觉得为了我的身体健康 我要选择紫米饭团 但其实紫米它就是黑糯米 它是属于糯米的一种 GI值也是比较高的哦 其实我们常见的一些糯米制品呢 包含像是粽子啊 油饭啊 超哇粿 红菇 粿 汤圆 它们都是糯米做出来的食物 那这些食物呢 它们的GI值都比较高 所谓GI值就是升糖指数 代表说我们吃到我们身体里面之后 血糖上升的速度是多么的快的 所以对于三高的民众而言 这些高GI的食物就要特别的小心去避免 平常的饮食尽量以中GI 还有DGI的食物为主 才是比较健康营养的 血糖如果升高很快的话呢 它就会刺激我们 胰岛素快速的分泌 那这对于糖尿病的控制而言 是比较不好的 宁玉婷营养师进一步表示 如果民众真的要吃得健康 应该要挑选黑糙米 才是正确的选择 民众在选择或是为了身体健康 想要选择取代白米饭的全骨类的时候 要记得看一下包装 你买的应该要是黑糙米 才是GI值比较低的全骨类 而不是黑糯米哦 随着时代的进步 民众对于如何吃得健康 越来越重视 营养师建议民众 要有正确的健康吃法 除了不要误信 乙儿传儿的消息 或是网路上错误的资讯 请教专家咨询查证 才能够真正吃到营养 吃到健康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冒出白烟 车声震耳欲容 仔细一看是电动机车 就是警察局第三分局 公布有人在百福车站前 狂飙的影像 查获四辆改装车 其中有两辆 竟然是由GoGoRo 改装的拼装蓝油车 本分局继23日 获获电动机车 GoGoRo 违法拼装成引擎蓝油之机车后 向上溯源 追查号召聚众飙车支 二三岁 陈姓犯贤 居提两名犯贤到案 当场再查扣两台涉案车辆 全案依违反刑法 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 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 属其将至 警方呼吁民众 误任意改装车辆 或于道路上禁止 本分局将持续针对改装 噪音车及飙车行为 强势执法 以确保民众生活安宁及用路安全 任意在道路上飙车将构成刑法公共危险罪 警方将持续针对改装 噪音车及飙车行为 强势执法 确保民众的生活安宁及用路人的交通安全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基隆朝近海湾节 弊攒动算 画面上是必杀鱼港的游艇港 基隆市政府产发处 在这里举行了基隆帆船越的启动仪式 宣布朝近海湾节系列活动正式开始 市长谢国良也在现场 说明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那更让我觉得高兴的就是说 我们推动了已久的 我们的毕沙鱼港的一个游艇码头的招商案 我们透过都市设计 未来将在这个游艇码头 结合一个中型的购物中心 那这个部分我也请产发处 积极来进行 未来也会开始来规划一个评选的作业 那我觉得毕沙鱼港是有山有海 非常漂亮一个地方 那很多人来看了游艇来观光以后 如果能够有一个购物中心 大家再来买点东西 或逛逛吃个东西等等 我想会对这个地方的观光跟 这个整个发展游艇的产业 一定会更加的热络 所以我非常的期待 我目前就是八月底开始 我们会上网来招标八月底 然后因为去年其实我们的农机在只有45% 那因为其实鱼港解编了 然后我们透过都发处来办理这个农机的变更 然后现在农机已经拉到160%了 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盖的密集又更多 那我们会在我们的标书里面 然后除了就是 这个标书是BOT和ROT 两个部分会在一起 那我们除了在我们标书里面 就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些游艇的设施 要做一个修缮之外 然后增进一些功能之外 那岸上的部分也会要求这个得标厂商 来做一个中型的购物中心 帆船越启动仪式上 基隆市府会首长跟贵宾 都亲自体验遥控帆船的操控 亲近海洋 近来到我们潮进海湾节的开幕 这边的活动这几天非常的丰富 有我们绕岛赛 餐车市集 还有这个游艇 还有SAP等等 这个我们这个遥控的这个帆船 非常好玩也说真的 而且要动点脑筋 然后还要拔草车风向 你要看一下那个风现在吹哪边 然后风速那开帆 然后你的 其实完全没有风的时候 你也可以透过某个角度 然后稍微测一下 然后帆稍微开一点 它也是可以缓慢的移动 其实蛮有趣的 要动动脑筋 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活动 也是我们基隆的特色 所以帆船越呢 就是我们基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们如果把这个基础设施 跟中央地方 好好的合作 通力来把这个基础设施做好 其实可以好好的推广 展现我们的基隆特色 这才是我们的夏天 所以透过帆船越 包含我们的潮进海湾节 整合在一起 我们的暑假其实可以非常好玩 从这个体验这个遥控帆船 可以感受到一个就是风向 跟风帆的一个作用力的一个操作体验 那虽然就是目前还没有办法登船去体验 但是从这个遥控帆船 就可以感受到 其实真的非常有趣 而且我们基隆这个港湾 是属于我们全台湾 最有竞争力的一个港湾 因为它已经提供国际赛事 帆船比赛已经长达20年了 那非常得天独厚 也很有国际性 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活动能继续推广 那希望各国的好手都能够来这边比赛 活动现场的山海餐车 是潮进海湾节的系列活动之一 让必杀游亭港显得人气满满 这也凸显了基隆的区位跟特色 是北台湾非常重要的海洋特色发展重镇 基隆府会希望地方跟中央充分合作 整合资源 让八斗子碧莎到海科馆这个狼带 能够更加繁荣 也增加在地优质的就业机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好 那我们倒数321后 请用简 倒数321 请用简 我们七读铁道时光故事展正式开幕 基隆市长谢国良 文化局长江廷梅 议长佟子伟 前议长蔡旺联议员 跟副议长杨秀玉 及议员张耿辉 曾宜芳 立委林佩祥秘书等多位贵宾 参加剪彩 在七读铁道纪念公园举办的 这场七读铁道时光故事展正式揭幕 来到七读铁道公园 就可以看到由基隆市市鸟黑鸢形象 打造而成的全新IP鹰站长 带领民众走进旧七读火车站 时光隧道中 结合假日市集 导览等活动 还可以串联七读室内儿童乐园 七读的在地美食 安排一趟充实的七读铁道之旅 铁道时光故事展是长达半年时间的展 那它跟以前的很多展稍微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每次都是三天两天 一周或两周 然后结束了就没有了 所以很多人在它还没有开始想去看的时候 展就结束了 所以我特别跟Vivian局长说 我们尝试着半年时间的展 然后来测试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充分地感受到 我们七读这个最好的历史悠久的铁道公园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七读室内儿童乐园 是这个周边爸爸妈妈 也不止只有基隆市 戏子有很多爸爸妈妈来 那玩完了以后 再接着玩这个七读铁道公园的这个时光故事展 我觉得可以把这个亲子观光娱乐的郎带 更加的来充实 半年的策展呢 我们会分三个阶段来去策 那也邀请了我们很厉害的一个艺术家 徐志刚老师帮我们做模型策展 除此之外呢 每周六下午我们都会有四级活动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活动 带更多的民众可以来到我们七读 不仅只有看了解我们七读的铁道文化 更希望能够带到矿业 以及我们七读的美食 还有我们的地方公庙文化 那我也谢谢文化局 特别谢谢市政府市长 特别的重视 每一年都把我们七读的这个铁道文化 特色呈现出来 让我们七读的居民 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 透过历史文化去认识我们过去的基隆 然后到现在我们准备迈向一个 崭新的一个纪元 包含捷运 也要直接进到七读来 然后也会有社会住宅 所以未来透过这个整个赫市的连接串连 会让七读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中心 那非常感谢江举展 真的我真的是满满的感动你知道吗 我这几天哦 因为我家都住在附近 我服务处在附近 走路大概三到五分钟就到了 然后我每天经过这里 真的像是在坐时光机啊 整个穿越时空 来到这个百年风华在线的这个此景 那我觉得这个百年风华在线 在不久的将来 因为基隆市的气土区算是我们基隆市的一个淡黄区 那我们最近在谈这个基隆捷运 这个也讲很久了 那市长也成立了一个 就是我们的基隆捷运的专案办公室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谢市长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领导者 那你们慢慢慢慢的期待 我们不久的将来 我相信在谢市长领导之下 我们的基隆不管哪一区 都会有很多的一个风貌呈现 有机会这边 因为是我们东南亚最大的吊车场 在我们七土这边 火车里面很多 希望这边的话以后有机会 因为我们也讲了六届的 都是那个火车头就用水泥机机而已 那没有真实感 那以后未来的话 跟铁路局商讨一下 都是要带动地方观光 整个列车以后 就让他来设计 晚上来喝咖啡 然后聊天 然后加上街头艺人 文化局就是我们7月1号就要变成我们文化观光局的 我们将局长非常的用心 在不管是倾听地方的声音 然后把我们这个地方规划的那么好 那其实七土铁道公园 它是一个非常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铁道公园 那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这样长期的规划 那长期的规划 其实它是可以带动一个地方的那个发展 因为它已经固定的形式 那民众就会知道说 我来给人生 这次文化局精心策划的七土铁道时光故事展 即日期展出到12月22号 邀请民众一起来探索百年记忆之旅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那后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